這裡是J.J.C.R.W. 在我這個公仔換另一套衣服之前 想拍一段影片說一說SAS的裝備 其實這次公仔穿的SAS裝備 角色是Britcher Britcher即是破門手 這件鏡皮的Vex 當年為什麼用鏡皮這麼有趣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沒有那麼多防火物料 沒有那麼多新的Condura 或者其他物料 所以真皮是防火 所以他們用鏡皮做這件 他們叫做 他們又不是叫Vex 當時有另一隻名字 我突然忘記了 裡面再穿多件衣服 待會我脫下這件衣服再看 首先欣賞這件衣服的設計 大部分SAS風格的 背心 都有一把 求生刀 這把刀 不是用來殺人 它主要是用來 油繩的時候 如果可以扣到腳 就拔出來鋸繩 所以這個刀鋒 就向內 即是你拿著紮繩 向內 弄掉的 那我就沒有扣這個圈 因為它還有一條繩 就放在這裏 所以把刀掉了 它都可以在這條繩裡拔回頭 它這個設計就很特別 這兩個位一捏過去 這個扣就鬆開了 所以我剛才拔過那把刀的時候 都是要捏著扣 才鎖到這扣 這把刀現在都很難儲存 其實這把刀 是空軍機師用的 所以正式這把刀的名叫 RAF Anti-Gravity Life 即是反地心吸力 所以它反轉大都無所謂 那這裏講完 因為另外一件RAF是綠色的 這個刀套 其實什麼顏色來說 對於他們軍號來說 沒什麼所謂 因為那時候 那個綠色刀套 是直接由 空軍那件 類似Coverall防火衣 那裏剪出來 所以是綠色的 後來這一件 BritcherRAF 其實是比我們 CRW做那件RAF的時期 比較厚一點點 我相信這件 應該是90年代中期用的 所以他們都沒有 綠色的物料 轉用這些深藍色 其實這件RAF沒有出過任何鏡子 所以你看書 都沒有看過這件RAF出場 不過我們 儲了的人就知道這件 是真的 他們一定有用過 那麼 胸口兩個stun grenade 的pouch 我們就噴了 美軍的信號彈 就當作是 因為真的我都儲不到的 那這個pouch 都有些少少特別設計 它可以縮小少少 那個空間 兩邊都有一個 白樓的 如果不用的時候 就白樓 直接扁了 那可能他們 油繩 或者其他有需要 那件衣服 沒有那麼瓦炸 所以可以縮小 這個pouch 這個設計其實都幾特別的 那些草經典的 就要欣賞一下 它的細節背後的 背景 究竟 它怎麼設定這件 另外再看看這一邊 那我這個是ptt 即是白爛了造牌 有點可惜 因為這個是一個夾 來的 就夾在這裡上面 那這個按鈕呢 就是push to top 就是ptt radio的按鈕 那一個按鈕 很大顆按鈕 很盲 都按不到的 因為你戴著 gas mask的時候 基本上你是看不到 下半身的 所以它們要有 那麼大的按鈕 很容易就按不到 那它們的 那它們的 都戒了幾個洞 讓它走線 穿這些 radio的線 那你會看到 那條線 移下來 移到 這個radio pouch 那裡 那就是英軍的radio pouch 它們用的牌子叫david's 那你可以自己 research一下 那在這個圖的位置 就四排 每排 可以裝到 五顆short gun子彈的 那這都是 真皮做的一個 hold著 short gun子彈的設計 你可以zoom in 那這裏做高了一級 讓顆蛋不會過了龍 那在家裡 它都很細心的 全部向中間的方向拆 即是那邊 就是對稱的 這裏的拆出來 這些是gmp dummy彈來的 這些 Malusanne彈 小顆一點的 那這些應該是真尺寸 所以看得 貼一點的 那個尺寸 那一邊 那一邊 那下去看 那它們都有一些 腰帶的 腰帶扣 那 那 那 看完健身背部 再說腰帶的 那套 那 那 現在說一說背部 那 那 對稱的設計 來的 這裏 可以擺一條索帶 用來 固住 那些 三個 謎團 究竟這三個 袋是什麼 在英國的 那些 sas forum 都討論了很久 其實沒有什麼定論 那 可能是一些 燒刊的 即是那些 封梅樽 mini版 或者 可能是一些 oxygen 那些 那些 那 那 那這裏很明顯看到 額外 車多了一個 應該是 cool stun granate 或者某些 版 的 pulture 因為這件衣服 沒有實際 在任何相片拍攝 所以 全部的袋 都要猜 怎樣用 那順便說 剛剛 這一套 radio 去到 operator 耳朵 就是 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 酷喉麥設計 來的 這是 魔術貼來的 酷著喉嚨 即是 聲音大一陣 就會收到音了 不需要麥克風的 那 而到 去中間這個位呢 就是 一個 Matic pouch 那這個Matic pouch 本來是 有很多 擺Matic的東西的 那 我現在抽了出來 後面還有多兩個 Stun grenade pouch 那 應該給後面的 Member 即是 如果這個人 放在前面 就是後面的隊員 幫他拔兩個 Stun grenade 好 那我現在 看完 那邊 好 剛才未講過 頭的部分 這個就是 AC 應該是 AC 180 AC28 我忘記了這個型號 那這個頭盔 就是防手槍子彈的 那我英國 操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狀態 應該都 演習的時候 掛得很多傷痕 這些 碎片 我都噴過少許色 不過都不是很大手 輕輕噴一噴的 那裏面就是這樣的設計 那 都很 很早期的 這些頭盔 全部防手槍子彈 RIFLE 是擋不到的 那 跟著這個面罩 SF-10 那 這個 就是我們自己做的 這個是抄英國的 那個防火 S-10 或者SF-10 的 那 真那個 應該你們買不到 香港 因為它英國 不肯出口 這個面罩 所以我們特別做了出來 那 我們其實改了少許 Cutting 令到 這五孔面罩 更加靚仔 因為真那個 有些孔 歪了少許 向了上 我們都修正了 那些位 所以比真 更加 適合這五孔 那 最好呢 有了一塊黑色 防閃光 那個 Filter 吸起來 那麵罩就撐得最靚仔 這塊布 其實 有彈性的 裏面呢 還有一條橡筋帶 在後尾枕 對 好 那 那 講一講這件裏面的 Armor 這件Armor 其實SVS有用過的 有套照 SVS 直接穿著這件去轉油台做演習的 那 旁邊呢 有多個袋 在旁邊可以放一塊 唐匙板 擋上那些Rifle 7.62口徑的子彈 這個位呢 就是放剛才原型的PTT 那所以這件衣服 是獨立穿 不需要免的那件 背心 那這些材料都應該是防火的 那 那這個也是一個迷 究竟這些圈 是扣些什麽呢 沒有一幅照 他們扣過任何東西 那可能當時有些 美國那邊的Alice Coe的設計呢 我猜是可能 類似插Alice Coe的概念 那這裏呢 就有些 又不知道裝些什麽的 那 那推背脊 背脊 背脊一樣呢 又是有個位呢 可以放一塊糖匙 在裏面的 那這件衣服本身 在裏面都有一些 位呢 是放一個Soft Armor 它基本上是擋到3.357口徑 左輪那些子彈 再以下那些 那你要再擋 那你再擋 就放多些play的了 那這件背心呢 就這樣脫了 左右脫了 那薄皮的位都可以脫的 那脫了之後就分開兩片的了 前後兩片 那現在呢 就擋進去裏面 裏面穿些什麽 那在最底層呢 這條綠色帶呢 就是油繩的 那我又沒有買中間的扣 那所以 隨便拿著膠扣頂著先 正式一定不是用膠扣的了 那這個 都是用錯了的 都是 如果正式是一個圓圈來的 圓整一點的圓圈 一定有這兩隻耳朵 才可以單手油繩 水缸 那 都 都不是容易儲的 那時候我都隨便儲了一個頂住檔 那 那 講 腰帶了 這些真皮腰帶 這個 是我們製造的 那 SAS 條腰帶 和這個MP5 包 就是最難儲的一個 SAS 造型的物件 那 我們就做了這個三連設計 其實現在美軍都抄返這些 30年前 SAS 的設計 那 這個設計呢 就是一個粗的橡筋 固著一個MP5的彈夾 那 那 所以 它調轉都不會跌的 而且拔出來就很容易拔出來 又不用任何八樓 就這樣拔得出來 那 那 那 這堆所有皮具呢 當然是由一個英國的皮 皮匠叫Paul Evers 就是它過生的了 大概在200 200 200 6年左右 好像是過生的 之前我有跟它電話 那 那這些就是它的 皮具設計 這個真的 那 其實就不是放26的 但是 我自己一堆存了 有26 有USP 有M9 有High Power 那我DISPLAY 隨便拿一個 好像USP來做設計的 那 正正式式它們就用High Power 或者PE 這個 舊版的槍 手槍 那 這裏是PGC出的 那 那 講一講這個Holster 它其實裏面 含了一塊鐵片在這裏 那塊鐵片呢 就令到 你在大腿的時候 永遠都 貼著垂直 其實已經好過6004那些 那些 1604是它是柔軟一點 但是 那個Holster 有時候 拼前拼後的 它這個 如果有塊鐵片在這裏 相對來說 是定位好些的 那 它就 加了一粒 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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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這樣 變相你跑的時候 這裏好像有一個 架位一樣 這樣 拼前拼後 這個是中期型的 它最早設計都是一片 過 去到Holster 硬的 那現在它多了一粒 我去拼 是的 那其實還有一個 鋪大腿的橡筋帶 可以穿過這個位 再鋪一件 穿過 那裏 這樣 另外 這個也是真的 Pore Avax 雙連手槍甲袋 在這裡 那裏 是裝HIGH POWER 或者P26 上半角都是橡筋的設計 很容易就拔到手槍甲 大部分這些都會鋪在大腿 不會鋪上腰 因為那個Body Armour 就已經遮住了腰的 那些 那些 所以一定是鋪落大腿的 是的 那 Boot 那裏 還沒有講的 不過今天沒有那對Boot 那對Boot 就是 GSG9 Adidas 的Boot 它們穿 是的 那 這個當是一個 錶 講一講SAS 那些裝備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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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